我们说河图洛书的来源 如果说神话的话 这个河图据说是来自于龙马 注自于黄河 那洛书呢 是来自于洛水 大概呢 这个黄河洛水就是在这个中原一带 那洛书呢又相传 是这个大雨之水的时候 没有办法了 然后看到这个 神龟 出来之后背上了图案 这个就 依靠这个 怎么知道也没说 但是事后就把这个分为 这个落九州 中华大帝分为九州 就是这个九个形状 但是我们说 更究竟一点的 这个非神话 也就是源自于天象 一切都是天水象 那这个河图呢 它就是 这个银河系 这么一个旋臂旋转的方向 银摇一个一 银扬摇一个一 就这样 螺旋的旋转 至少是银河系 可能会更大 但最起码 它是以地球为中心 我们以地球为参照点 这一切的一切 要找这个地心术 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那我们今天简单说一下 洛书 洛书呢 相对来说更简单一点 因为它中间少了个十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书砍系 二书婚 三振 四寻书中分 中间是五 然后六 这是七 这是八 不管你怎么画 就是这么几个树 那阳的呢 你可以把它画成这个圈 阴的呢 就画成点 就是 我们都学过这个数字 叫什么数读 这个九宫格 我们这个小时候玩的游戏 实际上就是这个 每一个横竖鞋相加等于十五 实际上 要把这个五盖上 是等于十 而且中间这个十 就等于这个十 它就隐去了 用五藏十 这就是跟河图唯一不一样的数字 所缺的这个十 而其他几个呢 其实我们看到 原来河图是一六为水 没有这四个方向 这是三八 就是这样下来之后 就是等于是 把这几个音数换个阳数的地方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大概图形 到时候是六七八九 最后还回来 就这么一个双螺旋结构 那它的这个原理呢 我们首次揭秘 这个 是 首先是源自于这个形象学 自古那个形象的起源 有人把它这个 说为北极清 这是五帝座 当然这种说法 这叫北核三星 不是河北啊 有的说错了 这个四幅四个点 然后 就是 我们可以熟悉形象的 自己去 再看 但是 我们会发现这个 实际上跟它的位置啊 并不是很对称的 它其中有两个 一是它这个方向 是相反的 因为 在天 辅查 地理跟 仰视天门 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中间这个对称轴 或者是二八轴 这个我们 二八的地方 会在这个 先天后天八光 的时候提到 所以 是 不一样的 二一个呢 它那个方向 随着斗软性 可能也有变化 但是究竟是不是这个 我们还保留一个疑问 因为即使再变 它如果是真的都变了 我们 说预测 应该是不准的 实际上 这个是北斗七星 连线的一个检